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文为伯逆之家 指他们已经是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他们是伯逆之家 在第二章五至七节也有这样去描述过 而在这一章的一至十六节 伯逆之家也出现了四次 可想而知 在神眼中 当时以色列文已经是去到何等的伯逆 在这里的眼睛和耳朵是指他们属灵方面的核眼和耳朵 他们已经不能够去听到或者看到神对他们的提醒 第三至六节 神具体的吩咐以色列文要在以色列面前做什么事 主要有四件 第一 免許预备一些被老时使用的物件 第三世纪有拉比指出 这些是指 皮袋 草贼和饭碗 这些都是能够提供他们的饮食和休息的基本需要的工具 二世杰需要于八日在他们面前移动物件到别处 第二 到了晚上 在他们眼前又要亲自出去 像被老的人出去一样 第三 刮通了墙 把物件带出去 第四 天黑的时候 在他们眼前搭着这些物件 在肩头带出去 蒙着念 看不见地 在这些行动里面 其实有着神对以色列人的寓意和提醒 被老时所需的物 象征着他们将会被老的时候 滑墙 天黑逃走 亦都是告诉他们听当时战败的惨犯 蒙着念 看不见地 表明了他们不得再见故土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二节又指 《论约西亚皇的儿子沙龙》 《将来死在秘老的地方》 必不得再见者地 总的而言 这些都是他们逃难秘老的时候的景象 而特别的是在第三节的下部分 神这样说 他们虽然是勃异之家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可见神虽然对他们甚为失望 但仍然盼望他们能够从中揣摩 明白到他的提醒 在第七节 以色列就照神所吩咐的去作 到第八至十二节 神一话再次临到先知以色列 神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问及他 你做什么呢 神命他要这样去回答 主耶稣说 如此说 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 预表原意为单指 是指预备秘老去使用的物件 是君王首领和肚懒的人必须带住的 神于现他们将会被老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天黑或长逃跑 他必蒙着念眼看不见地 十三至十六节 神使用了五个我字 去表达他会主动作出五件事情 去让以色列文和各个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 这记者的经文之中是包括了神向以色列文 预示了他们将会经历被老 和他们那种悲惨的光景 他们的皇要被罗网纤住 被老到巴比伦 并死在那里不得见地 帮助他和他所有的军队会四散 也要拔刀追赶他们 他们将要被分散 删到列邦之中等等 虽然如此 但是神仍然会保守一些的愚民 为要见证神公义的审判 圣认他们可憎的事 使万民因此而认识耶和华 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提醒 昔日以色列文虽然是上帝所揀算 但因着罪的缘故行在罪中 不从神的旨意 行神所争悟的事 以致他们落入如此的光景 有眼看不见 有意听不见 但神仍然阴鸣 先知去提醒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揣摩思想 上帝对以色列人公义審判之中 仍然存留着他的怜悯 我们今天有没有让自己 仍然沉沦在罪之中 享受那种罪中之乐 而忘记神 我们要悔改 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当敬畏祂 祂是那位既公义有怜悯的神 祂不愿意去懲罚我们 我们当悔改 远离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汇转向神 除此之外 在圣洁的神的律法面前 我们根本就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运 我们是悔改 是嬌慕自大 事上有意无意地去得罪神 神若要追讨我们的罪债 我们生命远远也抵不上 我们所犯的罪债 感谢神为我们预备救恩 赐下祂的独身爱子 为着我们的罪死而复活 让我们有机会脱离这种 取死的状况 我们取死的身体 能够得清为义 得着生生命 靠着基督 能够过着德性生活 弟兄姊妹 我们只有悔改回转 跟从基督 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为同心祈祷 既公义有怜悯的神 感谢祢 在我们挽作罪的时候 就赐下祢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将我们一分一毫的罪债 都还清 又为我们复活 预备天堂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与祢和好 得着生生命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认清祢的声音 在迷茫的时候 仍然得着祢的带领 得着圣灵的提醒 能够活出那种 新生的样式 荣耀祢的名 我们同心合夜祈祷 乃奉靠 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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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